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今天到臺中來進行逝師大會 柯爸 柯媽 全家總動員 連太太陳佩琪也都親自到場立挺 那麼柯文哲在臺上致辭的時候表示 臺灣不應該是分裂仇恨的國家 希望尋求支持 改變政治 最新的狀況連線給記者戴君宇 民間自發性挺柯文哲 參選2024總統的聲音日益壯大 今天在臺中舉行成立逝師大會 柯文哲也到場授旗 臺台陳佩琪今天也到現場 特別提到 是為了表達對柯文哲的支持 同時也是向支持者表達謝意 而柯文哲在臺上支持 也表示當了八年的市長 他發現政治不難難再堅持 而民眾黨成立的時間 只有短短四年 沒有裝交組織 只能尋求基層支持 不管力量大小 有大家支持 國家才會改進 希望大家可以認同他的政治理念 以上現場最新情況把鏡頭交換給棚內 謝謝之餘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民調墊底 而且藍營還禁止黨員跟其他黨的參選人通臺 北市立委參選人就呼籲朱立倫應該是以國會過半為重 必須要跟柯文哲好好討論一下 時事評論員董志森認為國民黨內部必須要先整合 他也點出柯文哲的票 有一成是來自郭台銘的 隨著選舉接近 支持度是會銷轟的 董志森也直言根本就沒有第三勢力 黨內就要先整合 大家也知道 在三個候選人裡面 侯友宜獲得國民黨自己支持度最低 那這個是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 有人埋怨 有人不平 有人覺得你怎麼樣 那這些你如果不出來的話 你就是拱手讓人 那給賴清德啦 不用講啦 對不對 下來的選舉 簡直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短兵相接的地方 你只要看美利島的民調 一看柯文哲的票 很多是來自郭董 將近一成 所以郭董的選民去投給他 他就吸胖了 那現在如果選舉更接近的話 這些吸胖的東西 就會慢慢的回來 慢慢的消瘋 這是必然的 所以一定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很多人在講說 應該有什麼第三勢力 那個都講夠頭了 那個完全不了解選舉 至於民進黨的部分 參選人賴清德是拋出了 私大學費補助 高中直免學費 被質疑是為了選舉大撒幣 議員侯漢廷就痛批 自從賴清德講出 義務役不用上戰場之後 就不用相信他講的任何話 賴清德自從講了所謂的這個 義務役不用上戰場之後 我就完全不相信他講任何話 義務役不是用上戰場 那我們幹嘛買軍購 義務役不用上戰場 我們幹嘛延長疫情 義務役不用上戰場 我們的教招幹嘛要繼續增加壓力 還要增加所謂的這個訓練項目 所以你一個政府 你一個基本的一個信賴原則 你有沒有辦法去堅持住 我們國家的財務 有兩個大洞正在漏水 一個洞叫做什麼 軍工叫年金 一個洞叫勞保年金 軍工叫年金的洞 跟勞保年金的洞 是他的十分之一 勞保年金的洞 搭到一個不行 結果你今天在做什麼 選舉操作 你把軍工叫打成什麼 國家的米從明明軍工叫 給了平常繳的錢比較多 結果你還他領的多 那個算是是OK的 結果你告訴大家說 軍工叫不改 這個國家完蛋 好改了改下去以後 就像董哥剛剛說的 你又做了所謂八年八千億 你又做了前單基礎建設 你又做了所謂的這個疫情 然後你七年 你買了1.2兆的軍購 我們國家不是有 很嚴重的經濟問題嗎 我們國家不是有 很嚴重的破產問題嗎 那為什麼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所以民進黨為了選舉 他哪有在管理這些啊 我一再呼籲說什麼 搞什麼財政紀律 民進黨有哪一個縣市 搞過財政紀律 你告訴我 我們都是國民黨省的錢 然後政黨輪替以後 他拿去做舉債 那花的錢就是花得那麼誇張 就是為了什麼大傻幣嗎 立委何志偉今天舉辦信賴台灣後援會的成立大會 邀請了將近千人來力挺賴清德 結果呢到頭來人本他根本沒有邀請王世堅 顯然兩個人在初選的心結沒有解開 甚至還傳出了他私下按住國民黨的遊俗會 何志偉表示今天的場合都是開放的 王世堅也無奈他表示說自己唯一的錯 就是參加初選而且贏了 那麼這一番話呢 連遊俗會都覺得非常錯愕 痛批你頭都洗了就得要好好選完 更怒嗆不解王世堅何來說 何志偉按住遊俗會的陰謀論 高喊動算何志偉站在賴清德旁邊笑到何不龍嘴 信賴台灣活動來到台北場 不過議員望去卻不見王世堅身影 原來是根本沒被邀請 我們的宣傳車都在路邊 都在旁 所以我們是開放 然後希望所有支持賴清德的力量 都一起集結起來 對 我沒有接到今天早上 這場大會的邀請 那如果說他們的會有邀請我 那我就一定到 至少我沒有聽到歡迎兩個字 話說的無奈 畢竟兩人初選 廝殺刀刀劍骨甚至告上法庭 兩人一難評連要何志偉 喊出一句王世堅動算 他是打死都不願意 在台上喊出王世堅動算 支持王世堅 今天我們全部全部的主軸 就是信賴台灣 出選過後 難免他們會有一些情緒 我這次唯一的錯 就是我參加的初選 而且我贏了 王世堅激動喊出 參加初選是唯一錯誤 這讓對手游書會是聽不下去 立刻開嗆 現在才在認為說他初選是錯的 那他後悔了嗎 那叫未來士林的選民 怎麼樣去支持他 那結果你頭就洗下去了 你就好好選 游書會先前才PO出與何志偉合照 外傳何志偉私下協助牽線 替游書會介紹地方有利人士 被解讀事想報 王世堅的仇 我那一天遇到何志偉委員 是一個公開的活動 所以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司堅大哥有一些陰謀論 覺得要開心感恩 你不能打牌了 然後現在說 選完了你就不應該喊痛了 我不知道世堅議員 現在會不會後悔 當時怒刪何志偉的Line 何志偉也否認 全市跑行程偶遇 不過游書會平替何志偉教區 是耐人尋味 監委知仇結未解 反而越打越緊 略於內部團結不了 更印證了那句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記者郭先生 張書涵 特別報導